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開箱 銳拍Size 2 其實是一個穩定器 給手機使用 等手機拍攝或拍照 這是一個很便宜的穩定器 一般穩定器有三軸 甚至五軸 最便宜的是一千多元 二千元 甚至六七千元 但這一個很便宜 只是二百多元 當然這麼便宜 只有兩軸 也就是說穩定器的性能 當然不會及千多二千元 甚至乎幾千元 那麼我們先開箱 看到 有些工具 和膠貼 另一邊 有一條 USB 線 用來充電器 然後 裡面 本身的穩定器 另外我們裡面看到一包乾燥劑 然後 裡面 它是一個包包 應該是用來裝著 說明書 一些卡 這些東西 教你如何設定 可以拉開 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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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手機 夾在這個位置 未開機之前 它全部都是鬆的 插開 可以夾到手機 原則上 它最大可以夾到 5.5吋螢幕的手機 那麼 按 闊 可以夾到 iPhone 6s Plus 那些 LG 薄邊 說 螢幕再大一點 都可以夾 夾完之後 也要注意平衡 現在 就很不平衡 於是 先移動一下 這次好一點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由於 這支棍子 要用電 去保持 Level 如果你 弄得太不平均 會浪費電 沒問題 少用的 但是浪費電 現在 我這樣 還沒開 它都差不多 就非常好 上面有個 電源鍵 對了 前面 就是拍照 按 按 現在 我們嘗試 開啟 在開啟之前 首先 確保這裡 不要斜 還有前面 也不要斜 我們 好緊 開啟 開啟了 其實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手 大家看到 放手之後 其實 這個 手機 水平 那裏 是 可以保持 的 我動 上下也好 它都 很立即 和我保持 另外 我亦都可以 按 上下 這樣 事不宜遲 我們試一下 用這些棍子 來拍一個影片 大家可以大概看到 效果 是怎樣 現在我們開了 穩定器 有個手機 在這裡 我們試一下 最簡單的兩個軸 先 不過 看到 是 這個手機 還可以保持 呢 另外 跟前 這隻手機 是可以保持 水平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 很穩定地 保持 相關 在某一個位置 當然 如何鑽 就會適合 是垂直的 水平 是 或垂直的 其實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這樣斜斜地是好的 為什麼呢?第一,沒那麼累 第二,當你一直走的時候有震盪 其實你斜斜地 手機是震的,不過 其實棍子有穩定作用 先拍片,先拍片 我還未搏藍牙,搏完藍牙 我就在棍子拍片就可以了 現在我就輕輕放進去 現在在拍片 如果我走路一步一步 等到現在這麼厲害 那這段片拍出來會怎樣呢? 在這一刻 大家可以看到,我開了機 很穩定 那我就 抓緊 嘗試再去拍 那我繼續拍片 那我就走過去了 我先拍一下鐘 然後拍一下上面的花瓶 這一下大家可能看不到 拍完花瓶又下去 這一下大家應該看到了 我的棍子 我的棍子呢 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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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 好 甚至乎我 拍回頭 拍回iPhone 又拍下沙發 今次 都要到最下 上回來 拍攝 後面的電視機 後面的電視機 就這樣了 我們先停下來 那我今天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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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